跟什么玩意 吓你不吓 四叔 你干啥呢 吓唬人玩呢 刚才我下结婚一顿 真的呀 那你吓唬我跟小米粒呗 我上一遍呢 是吧 我自己这事都没解决明白呢 正好你来的正好 我要向黄小黄求婚 你给我帮个忙 咱俩一起吓他呀 你吓唬他干啥呀 是咱们的呢 小黄啊 有结婚恐惧症 我想找赵刚子 帮我说一说 四叔 我觉得这事啊 你得找我二姑父 我二姑父在下人这方面 是头的冠军前任何人 你懂吗 哎呀 我跟你说 这小区没有我就不行 哎呀 不提我 怎么的了 二姑父 你上什么难事了 你来了 我给你说件事啊 你说 那啥 那个方小事啊 要向那个黄小黄求婚 好事啊 黄小黄啊有婚姻恐惧症 好 他那怕黄小黄不同意 就找我大姑赵刚子帮忙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上一边去 小四啊 赵刚子怎么着就比我厉害啊 啊 不是 顺风咱俩从小玩到大 那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啥呀 先把邻居们告诉他 小区最优秀的男人是谁 哎 哎 呀 别别乱了 你 你啥样我不知道 我就问你 黄小黄脾气爆不爆 爆啊 二米粒脾气爆不爆 更爆啊 二米粒都让我治得成我媳妇了 你和黄小黄这点事 我给你搞不定 对啊 哎 你是不是有事 咱先走吧 我还有事 我给你上这 哎 哥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做 干什么吧 哥 这么一听啊 还真得是你帮我这个门 黄小黄你这就来了 你帮帮我行不行 淡定 我是一个过来人 黄小黄来了我跟他谈一谈 问他三个问题帮你搞定 你可拉倒呗 二股峰 哈哈 走吧 你给我上一变子他 哈哈 哈哈 找点事儿 哈哈 找我 来了 啥事儿啊 来来来小事儿 一边站着 淡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黄 请坐 哈哈 好的 哎 哈哈 哈哈哈哈 小黄啊 我听说 二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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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儿我先走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小黄啊 小黄啊 听说最近你对这个婚姻方面 产生了一些恐惧啊 你咋知道的呢 不光是婚姻 我出对象我都害怕 不怕不怕 有哥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啊 哥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一个人生活跟两个人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多一个人呗 哎 哎呀 问的有水平 答的一针见血 你也没问救人 这个 好 那我重问 第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哎呦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 啊 今天早上 早餐你吃的什么 油条 怎么吃的 就下楼买回来自己吃的 你不觉得少点什么吗 豆浆啊 对呀 光是用头多干的呀 淡定 你不觉得你少一个人吗 谁呀 我就问你 你知道阿米利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不知道啊 吃的也是油条 是吧 但是哥 下楼帮他买的 哥 拿着油条 上楼 陪他一块吃的 寂寞的时候有 哥 彼此在忙 彼此在忙 小房 我也可以给你买早餐 陪你吃 好 病好点呗 你还差一点 淡定 淡定 能不能淡定一点 这才哪到哪啊 这才一个问题 小黄请坐 那么好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不是 你倒是问呐 小黄啊 小黄啊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呢 当我生病的时候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嗯 下楼 买药 买回来以后 烧开水 一口 一口 把开水吹凉了 把药吞下去 病好了 病好了 嘴重了 悲哀呀 街坊邻居们 你们都听到了吧 小黄妹妹啊 其实你的身边缺少一个人啊 谁呀 你知道阿米利生病的时候 她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 是哥 下楼 给她买了药 上楼给她烧了水 然后手捧着热水 一口 一口 给她吹凉 一口 一口 给她喂下去 她的病好了 哥的嘴 嘟嘟了 哥 这个哥 这个活我也喜欢 给我 我嘴嘟嘟 那个 病好点没 还是差一点儿 你淡定 继续 太喝了 好的 那么我再问你 第三个问题 好的哥 你问 哥呀 你在厌妻之前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她问她 你能不能淡定一点儿 哎 我紧张 第三个问题 小黄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是跟谁倾诉的呢 当我受伤的时候 那我倾诉的人挺多的 说出来 纯生 带爽 老许花 还有闷导驴 跟她们情绪 悲哀呀 哥呀 我让你给她治病 你咋还给她灌多了呢 没看出来 没灌她就喝多了 小黄啊 小黄啊 你知道二米粒 受伤的时候 她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是哥还是哥 手紧着肥饼 白准肚子 陪她喝的 小黄啊 我知道此时此喝 你一定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我 问出来 那你们喝多以后 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喝多以后 怎么了 吐了 你呢 我喝多的时候 二米粒会打我 那你 挺着 人家用小圈圈催你胸口 你哥在这儿 我随便打 好 幸福 走开 哥 我觉得听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二米粒特别幸福 哎 我怎么觉得我的恋爱恐惧症 好像好了呢 怎么样 哎 怎么样 方小瑟 咱俩聊聊啊 好啊 好啊 二姑姑 你是头子 冠军 是吧 大恩部演戏啊 应该做的 谢谢 钱芸芳 哎 钱芸芳 起来 你不是说 哎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是是是吃饭 二米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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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环 全小区最幸福的女人 谁呀 你呢 二姑 二姑姑 说的就是你 啊 刚才我二姑姑 把你讲了一遍 老感人了 全喝多了 哈哈 我们就什么都说啥了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 你太幸福了 这话从何说起来 咱就从早上说起来 咱就从早上说起来 行 你今天早上吃的啥呀 油条 都一生了 都一生了 那个 是不是顺丰哥 给你下楼买的完了 陪你一块吃的 蛤 蛤 蛤 我对吧 你问问他早上十点半之前 起床过吗 他知道想穿点啥样了 这啥意思啊哥 我有天 这啥意思啊 二姑姑 啥 啥什么情况啊 赵琪的 大什么地方啊 大什么地方 没事没事 那我再问你 阿姆利尔 嗯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前顺丰 给你买药 完了一口一口 为你吃的呀 没有啊 啊 啊 那你是咋度过的呀 挺过来的 那个 小黄 我感觉 要不咱还是先走吧 你等会 我一会儿 阿姆利尔 哎哎 在你忧伤难过最痛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办的 唉 别提了 只能找我的父母倾诉倾诉呗 你不找他倾诉吗 就他给我惹的 我上哪找他去 那他不陪你喝酒吗 酒都让他喝了 一喝喝半熟 我一酥酥一定走我熟子的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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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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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什么情况 二姑姑 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啊 你是蠢头子冠军哪 啊 喝熟啊 要不还是找大姑帮忙吧 哎呀 刚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媳妇啊 怎的啦 你这时候来干什么玩意啊 不你要请我吃饭嘛 我就问你 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长时间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啊 哎 你你幸福吗 挺幸福的呀 咱俩生活当中是经常打打闹闹 吵吵闹闹的 我真正伤过你的心吗 好像没有哎 我小黄得了一种病 叫结婚恐惧症 我正给他治病呢 马上就要治好了 你可倒好 当机给他干医院去了 那你不早跟我说啊 这治病这事 我不比你在行啊 放心 现在我就接他处院 黄啊 黄啊 黄 我给你讲的就是吧 哎呀 街坊邻居们啊 婚姻啊 没有什么可怕的 记住我钱顺峰的一句话 磕磕绊绊有关怀 打打闹闹 有真爱